作词 李宗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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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长 我们住持一本法师慈悲 我们大众师父 大众联友 大家慈悲 今天在这里 我想跟大家讲的课题 是共同学习的课题 就是爱的建设 这段时间 上岸经常会有些文章发给我 其中有关于爱这方面的内容比较多 我也写过这方面的短门 上岸提到爱的建设是什么呢 就是在爱中建设身体 这是文章的原题 就是我们不光是一个团体 我们是一个有机的身体 阿弥陀佛和我们是一体的 我们互相之间也是弥陀的手足 也是一体的 就像身体一样 如果头痒 手去抓他 这是自然的 这叫同体大悲 一个身体 那么你有苦恼 众生苦恼 我苦恼 佛菩萨他就这样 众生安乐 我安乐 你是一个身体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阿弥陀佛救度我们 那是自然而然的 那没有 它是一体 还有什么分你我呢 所以救度我们 自然而然 一个是自然来救我们 而也是自然的能够救我们 很简单一件一回事 那我们本身这个 人家就寺院道场 是一个团体 它也是一个身体 那么上一讲的话 给我冲击就很大 它是这么说的 比如说道场团体 一般都要搞活动 都要搞红法 不然呢 没有人气 不然 上人说 我们不适宜 红法和搞活动 为目的的 也不适宜这个 来可以建设团体 建设这个身体的 红法和活动 如果大家没有爱心的话 可能还增加压力 可能这个团体 还要分 不理不理建设 所以是要以爱 来建设这个身体 他其中讲的一个例子 说二战期间 英国一会儿的儿童 就送到澳洲 因为要回避战火 那么在那个地方 吃的住的什么都 澳洲是它的殖民地 吃的住的用的都很好 都一样 但二战结束之后 这些儿童回去 都普遍的发现 他们都有心理的疾病 都不健康 为什么呢 因为父母不在一起 缺乏父母的爱 所以呢 不是光吃的好 喝的好 就可以了 我们不仅宏愿寺 我们各地的念佛堂 各地的分道场 也都有爱的建设 这件事情 而且我们每一个人自己 也有爱的建设 我在这里 刚刚讲 我们共同学习 这是一个大的课题 只有在爱心当中 我们呢 才可以脚踏实地的发展 那我想呢 有讲 这个主要讲三方面 爱自己 爱他人 和互相爱 但主要是爱自己 爱自己不是爱别人啊 我们讲爱的时候 就爱别人 你爱自己都不会爱 你会爱人家吗 首先是爱自己 这个爱呢 在佛教里边啊 是两种含义 一个叫法爱 一个叫做恶鬼爱 法爱 就是以佛法这个原则 以佛法的利益 来爱众生 这叫法 法爱 从法上亲近地 所流露出来的 那么恶鬼爱呢 就是世间的 是以占有贪欲 这些 这个当然是不亲近的 染物的 是危害的 所以佛法里讲爱呢 是有两种含义 一般的 比如十二支元启当中 讲的爱 它就是流转 流转之音 所以爱不重 不生缩坡 我们今天所讲的呢 不是这个爱 也就不是恶鬼爱 讲的是法爱 那么在我们净土宗 经典当中 用到爱这个字的 有几处 如纯孝之子 爱敬父母 这句话 是出自于哪里啊 菩萨爱乐功德 如海吞流 无止足情 这是 往生论著 还有 爱乐佛法为 缠三昧为实 这出自于哪里啊 那我引用这几条经文 是要说明 爱这个字 在净土宗当中是用的 但是用的是 具清净的一方面 我们 这十几年来 所做的教理建设 弘法工作 其实呢 也都是爱的建设 这个 就是打底肥 法意 是我们 爱心建设的底肥 你如果没有法 什么爱的建设 那都是空的 在世间 你爱我爱 都是恶鬼爱 那不行的 一定是法爱 那法爱 首先就是法 要以法的 熏修 法的学习 扎根 那么十几年 我们都在做着工作 现在为什么呢 现在提出这个题目 是要把它更加的鲜明化 实践化 让它念佛 念佛生活化当中呢 更加灵活的 善巧的运用 因为我们有些人 虽然念佛了 仍然是苦苦恼恼 仍然心里面不开心 你看一下 它总是两个 眉头紧锁 好像一把大锁 老是锁在眉头上 多重呀 说话总是 哀声叹气 总是抱怨的挺多 这个都有问题 这个就是 爱的建设还不够 而且我们这两年呢 团体在 法门在快速库张 快速的发展 人员外派也很多 这个你们可能 大家对于感受 尤其是像女众这边 佛联法师 男众像敬业法师 那她就感受特别明显 就我们人员不断地 扩张出去呢 她继续内冲 因为你出去以后 就会好动你 等于就像这个萝卜一样 萝卜已经发芽了 是不能成为空心萝卜 你发芽抽了空 如果没有补充 只是长叶子 发芽了 看了好像心心向荣了 你看 叶子长出来了 但里边呢空心了 如果说我们也发芽 你看到外地 就分道场了 就红发了 如果里边没有 这就空了 那么这里边 要用什么来充实呢 那就是爱心来充实 就是我们干事情 需要能量 这个能量从哪来 就是爱心 不然干了 就觉得累了 就要帅挑子了 那就是爱心不够 所以我们现在 上任提出来 爱的建设呢 是正好到这个时候点 所以上任 每次的说话 对于我们整个团体的方向 和当下的形式 特别结合 就好像在我们 坐在我们心里一样 这就是理论 要到实践当中 我们学了很多法译 听了很多 也会背 也会讲 但如果你自己活得不欢喜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不够的 所以理论 要到实践 说弥陀非常慈悲 我们这个法门 是慈悲的法门 是爱心的法门 那么你在宣讲 慈悲法门的人 你宣扬爱心法门的人 自己都没有爱心 自己都觉得 能量不够 都以为 那当然就要补充了 所以是在实践的事物当中 来享受爱心 落实体现和传播 迷途的爱心 首先是享受 享受迷途对我们的慈爱 然后就要把它 落实在念佛生活当中 进一步传播给更多 有缘的人 在这方面我们都是学生 学会这个是特别重要的 如果我们不能学会爱自己 我们一定会伤害别人 当然也肯定会伤害自己 在寿愿当中 不是以弘法活动作为守务 而是以爱心作为守务 不如我们要搞 无穷无尽的搞些活动 把大家搞得很疲累 能搞就搞 不能搞就算 好好休息 完整地给自己冲上能量 再进一步出发 让你自己觉得很欢喜 你愿意做 我们能做多少 做多少 做不了就休息 要做就要欢喜 不要有压力 你说一个人 他欢喜的时候 他一定怎么样呢 他会找人跟他分享 他在家里都关不住 一定要走到大街上去找别人 这个时候他很欢喜 你跟他讲什么话 他都答应你 说某某人啊 你什么事帮我 啊啊啊啊 高兴啊 欢喜啊 那你都不欢喜 你叫他去弘法 他觉得很大的压力 他不愿意 自己不愿意做的事 不愿意做的事 尽快赶紧挑挑挑子 不然不要把你压坏了 你挑不动了 我小时候挑担子 我父亲就把他给他说 不重不重 你挑着吧 我们才开始挑五步 八步的时候是不重 越走就越重 重了你也要撂挑子了 不然就压伤了 对不对 所以现在如果你们觉得有压力 那就 那就做任何事 要欢喜 你不欢喜的事 别做 你都不欢喜 你何必做他呢 越做越受伤 对吧 别像我 我为什么愿意弘法 我欢喜啊 我赚呢 你让我做生意 我就不去了 那我就不欢喜啊 压力 在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它呢 是我们成长的动力 一个人从年轻 走向成熟 你说没有压力 那你怎么成熟 那不可能 但是呢 是要在我们可承受范围之内 它就会成为动力 压力就有动力 如果超越了我们的成熟范围 那么压力成了破坏 对不对 你比如说我们用了个小水壶 你这样范围 你压 它有动力 啪就喷出来了 你压力大了 结果给它裂破了 那就不是动力了 成了破坏力 所以我们也自己感受 那么减压减腹 减个谁呢 交给谁 阿弥陀佛 因为他说了 呵护群身 为之重担 这句话出哪里啊 呵护群身 就说他给你挑担子 你减轻压力 你担子给他挑 他围着重担 像洪院寺 大家不管做任何工作 如果背后没有阿弥陀佛 那是不可想象的 大家要知道 真正的担子是阿弥陀佛在挑 像我呢 学习这个法文比大家早一些 这个当然都是经验 过程 现在感觉呢 就比较轻松自如一些 为什么 会撂挑子 会撂给阿弥陀佛 如果没有这样的 你会觉得很紧张 很有压力 其实压力 担子对佛来挑 这讲送爱 就是以迷途的爱心 灌输到我们的心灵 送暖就是温暖 身体啊 我们张忠景一本书叫 伤寒论 就是万病从寒而起 你身体有寒了 什么关节炎了 什么肩周炎了 什么哪里不舒服 其实都是没有暖 暖气一到那个地方 你就那个病 把病消除了 肚子疼了 胀了 也都是没有暖 所以要送温暖 身体这样呢 心灵也是一样的 心灵 如果是 没有温暖 只是寒风 它当然就有疾病 所以呢 不管是生病还是心病啊 都是由寒来生气的 身体呢 要尝保暖 心呢 要尝存爱 爱就是暖嘛 爱心温暖嘛 所以这个 我们给自己啊 要输入进去 你身体受寒了 受凉了 当然就要生病了 心中没有迷途的爱心 没有迷途的暖炉 那当然也要生病了 所以这个暖是温暖 不是炎热 太热了呢 也要得病 要冒汗 是吧 要虚耗能量 爱呢 是不浇灌 不纵容 不溺爱 虽然讲爱 但不是浇灌 说你随便什么都可以 不是这样 也不是纵容我们的缺点和毛病 也不是溺爱 对孩子溺爱 对他的成长是不利的 也不是不粘力 粘着 纠缠不清 也不是热情过度 不情绪化 爱要温和 要适宜 才给别人感到舒服 那我们讲过了 今天主要是 也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心得 也希望大家呢 共同进步 首先 我们要学会爱自己 一个人 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爱 那你能指望 获得别人的爱吗 你们说 不可能 就像搞卫生一样 你自己都不爱 你房间的卫生 你指望别人 天天给你打扫 谁有那个耐心啊 所以看 给他打扫 白打扫 他自己都不爱 你自己不爱 你这个卫生环境 不愿意搞干净 别人不会给你打扫的 因为你不爱你这个环境 你都不爱你自己 我怎么能爱你呢 因为你拒绝 你拒绝了嘛 你不爱你自己 等于拒绝嘛 那么别人爱你 也没法爱到你 所以我们首先呢 一定要爱自己 才能获得别人的爱 所以说自尊 然后人方尊之 就我们自己尊重自己 人家才尊重你 自助 天方助之 你自己 要自立自助 然后别人才能帮助你 就像一个人 他自己不愿意站起来 你拉他 你拉他 他往地下赖 他不愿意站起来 人家拉个一两次 也就算了 对不对 因为他想躺着睡 那个地方嘛 你拉他站 他站不起来啊 他自己不自立 人家怎么能帮他自立呢 爱是一样的 这当中自立 自尊 自助 自爱 最重要的 还是要有爱心 自己爱自己 那为什么讲说 哎呀 我怎么会不爱自己呢 我告诉各位 不爱自己的人太多了 天天都是害自己 天天伤害自己 没有人能伤害你 除了你自己 外面没有别人 只有你自己 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为我们自己 所有的幸福 为我们的苦乐 负全责 负百分之百的责任 没有人伤害你 这就是佛教讲的 因果报应 一件事情 反复在那里盘算 反复在那里抱怨 反复在那里呢 思维都是负面的 你说别人 能帮你脑筋想吗 不都是你自己 想出来的吗 我们常常会说 哎呀 就是某某人 就是他 才让我这么苦恼 请问这句话 是真理吗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 在心中 就抱一张的邪见 就因为他这样 才让我很苦恼 他干了这个事 他说了这个话 所以让我 非常的痛苦 这个是很简单的 你怪别人 抱怨别人 是很简单的 当我们不要 抱怨别人的时候 虽然很简单 似乎这个问题 找到答案 因为就是他嘛 但如果说是自己 让自己苦恼 那这个 好像这个 这个药通不下去 我自己怎么有错误呢 我这样讲 希望你们能明白 我们下面呢 很多都是女众 女众这个 这个感情比较复杂 好处在于 她们比较爱心 但是同时呢 她往往会 伤害自己太多 我不希望 大家伤害自己 那么你不希望 伤害自己的话 你要保护自己 你保护自己 叫做政治正见 第一个政治正见 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一切 都要自己负责任 你的所有的苦乐 你的幸福 你所有这一切 没有别人能代替你 我们的痛苦 就是我们的心痛苦 那么谁能让你的心痛苦呢 一定是你自己 别人 你好像是别人 他这个话让我痛苦 那也是经过你同意的 你的耳朵听到了 你同意他伤害你 他才伤害到你 如果你不同意 你关闭了 他怎么能伤害到你呢 不可能的 你们要学会啊 我这样讲 大家听听明白吗 人生幸福的密码 和主动权 要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就是密码 因果报应 这是基本的佛教的知识 万法为心 一切都是我们自己 所造成的 中言 利耳 利于行 良药苦口利于病 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我们就没有 就不能退协责任 当我们抱怨的时候 我们是很简单 我们抱怨说 哎呀就是他人 你谁谁造成了 我的不幸 虽然这样很简单 但其实呢 是把自我幸福的钥匙 也交了出去 你的钥匙好像在别人手上 但是对方呢 其实也没拿到你的钥匙 他不管你的事情啊 你说你交给他了 他也没拿到 那这把钥匙到哪去了呢 就扔到了荒郊野外 那对不起 你幸福的门的钥匙 已经扔到了荒郊野外 你会永远被关 叫闭关 永远被闭关 在不幸的房间当中 你说你多痛苦呀 所以打开幸福的门的钥匙 就是你要自己承担 其实我们爱呢 是说爱我们自己那颗心 这颗心非常的柔论 那你要让他呢 不要受风寒 不要冷着 不要动着 不要受伤害 不要让他呢 受情绪的 感扰清晰 不要让他也不平 不要让他生气 你说你生气 是你自己生气 还是我帮你生的气啊 都是自己生气的 尽量不要生气 那么你抱怨 对我们有好处吗 没有 没有好处 尽量不要抱怨 不抱怨 不生气 抱怨的人 往往都有很多理由 你有理有什么用呢 你有理能让自己快乐吗 能让对方快乐吗 你抱怨能够把这事情 解决更好的解决吗 抱怨一点用没有 有百害而无一利 抱怨只让我们的心呢 沮丧 让我们的心受伤害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 首先要认识到 这是一个政治正 就是政治正见 认识到说我们自己的事情呢 自己负责 那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心怎么样呢 要时刻地给他温暖 给他爱心 给他阳光 给他正面的能量 我微信里边有这篇文章说 耳朵不如嘴巴聪明 你们还记得吗 我们嘴巴吃了不好吃的东西 这个东西对我们身体不利 比如说苦的啦 这个霉变的啦 什么一个发霉的花生米啦 你吃了很香了 突然来一颗臭花生米 刷牙 他马上就挡着了 不让他下去 你要吃下去以后有毒 他马上就身体反应不了啊 身体是靠食物 心灵是靠什么为语言 心灵靠什么为食物呢 心灵是靠语言 靠思想 那么这个耳朵就是吞湿的 一个耳朵和眼睛 眼睛看东西耳朵听 耳朵接受更快 耳朵听话 根本跟嘴巴比的差太远了 好话听不进 坏话使劲装 只要说别人说他坏话 说谁对你不好呀 那个耳朵马上就牵你耳朵 过去了 很清楚 你要说不是的 某某人其实对你还不错 他不听 哪有那回事 他就怎么怎么样 上一次上一次上一次 哪一次哪一次哪一次 所以我们这个耳朵 他一点鉴别能力没有 专门听坏 所以有上人的中风俗笛说 不听是非 不传是非 不搅是非 但是我们这个耳朵呢 专听是非 专门听是非 听到这个还相信 相信了上次 然后就要抱怨 就要讲了 就要传播 首先要训练自己的耳朵 这个耳朵的训练 我看也是不容易的 因为孔老夫子 以他这样的得望 儒家就成为圣人 到了六十岁 他才训练出来 六十二耳顺嘛 你们记得吗 所以这个耳朵 这个不容易啊 能够把耳朵搞顺了 孔老夫子到六十岁 你该听什么话 不该听什么话 要有一个检察官 其实我们世间的话 什么叫真话 什么叫假话 究竟意义来讲 出来一句 六子名号 其他都是假 但是在假话当中 你要听哪些呢 听那个有利于你身心健康的 这个话就是假的 也是真的 他只要让你能够到达 得到真实的利益 能够让你有真实的喜乐 这个就是真的 你听那个话很真 是真的 然后听到那 然后呢 就是这个高血压 脑溢血 你这个听话 真的听下来 有什么好处呢 真的就一定要听吗 像吃饭一样 真的毒药 滴滴味 你真的 你吃吗 不是真的就要听 是要听那个有利的话 对自己的身心健康有利的 非礼莫听 非礼莫是 非礼莫闻 这都有道理的 那么我们听也是一样的 要听那个和和的 有利于和和 有利于欢喜 对我们身心健康有帮助的 如果一听到这个话 心里很烦 起毛 那你不要听 一定是是非 你就找机会 打指 要立即把它清除干净 在修行八诵里面 第三诵 我们的法师可能会背 你们会不会背 第三诵就是 观心断祸 愿我恒常观自心 每当烦恼出蒙生 危害自己他人时 立即强行令断除 我们的心起心动念 是你自己知道呢 还是我知道呢 那肯定你自己知道啊 你立即就知道了 不要 也不需要打电话 也不需要说 因为我当然不知道 我也没踏心通啊 你自己立即就知道了 你心里面 到底现在什么样状态 我是苦恼的 还是欢喜的 我是爱心的 还是怨恨的 你不马上就知道了吗 知道这个不舒服了 不愉快了 就像我们身体 哪里不愉快 哪里痒痒 你一定要去挠痒啊 哪里疼 你一定要去护疼啊 哪里痒 你一定要去揉一揉他 你不是立即吗 你说哎呀 让他 管他呢 不可能呢 当我们的心 有了不舒服了 你就要去爱他 他是一个 叫做赤子 就是小小的婴儿 心非常的柔愣 你不要伤害他 风吹都不能吹 你要去保护他 你把他保护好了 他就会给你喜乐 会生产出很大的福报出来 你伤害他了 他会放出毒气 然后呢 你就搞得不快乐 所以每当烦恼出萌生 但我们心中立即警觉到 这是一个烦恼 让我们产生到不愉快 那么你现在怎么办呢 首先伤害了自己 如果你不警觉 他出去就要伤害别人 那现在呢立即就给他停止 你或者是转个念头 或者念佛 或者呢 跟别人正要发生激烈争执 那马上就退下来 这个呢 自己要感受到 以我的观察 我们每一个人 一般的人对自己来讲 我们现在叫什么呢 叫心灵自残 都是对我们的心灵 自己伤害自己 反复地思维 反复地去 用这个负面的情绪 盘绕在自己的心头 就非常不健康 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是没有能力爱自己的 如果讲爱 我们讲爱自己 但是我们自己 没有这个能力 不过阿弥陀佛有能力 对不对 是的 所以我们呢 所谓爱自己 是从阿弥陀佛那个地方 领受 有三个层次 就是文法 要听闻法意 法爱 是从法上来的 文法什么 一个是感受迷途的爱 一个是领受迷途的爱 一个就是享受迷途的爱 你听法听感动了 这叫感受 哎呀 原来阿弥陀佛这么慈爱我们 无条件 你怎么样 他都无条件地救助你 到西方极致世界 我们这个法门 是保底的法门 你不管再赖 再浓 再没有能力 再怎么愚痴 再怎样罪过 你只要念佛 阿弥陀佛 我保证你到西方极致世界 成佛 有三句话 永远可以随时想到 阿弥陀佛都会这样说的 亲爱的 你将永远被真爱 这是第一句 第二句 你不会做错任何事 第三句 你不要有任何恐惧 所以弥陀爱都爱我们 救度我们是毫无条件的 如果我们在文法当中 能够感受到 弥陀彻底的 究竟圆满的爱心 救度我们 那你心里面 你当然 这就有感受啊 感受就领受 就接纳了 接纳了以后 怎么样 慢慢享受 享受弥陀的爱心 享受完之后呢 再可以推销了 就给别人了 所以首先爱自己 就是要从这里 那么爱不爱自己 有几个表现 一个你开不开心 大家开心吗 开不开心 要开心 要欢喜 欢不欢喜 欢喜 好 要回笑 会不会笑 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要回笑 这是三个要经常做到 最重要的是开心 人如果坐了牢 还不要紧 心如果坐了牢 哪真的坐了牢 如果你开心 就是把你关到房间里面 你又怎么会不喜欢呢 我关到房间没关系啊 我开心啊 对不对 好了 像你这样 你在外边旅游到处大跑 但是你不开心 你在外边跑也没用 眉头锁了 那么开心的锁在哪里 就看你的这个眉头 眉目舒展 这就开心 眉头紧锁 这怎么能开心呢 所以你家大门 在这里呢 你家大门 你没上锁 我一看 哎呀 大门上锁了 哈哈 开心就像开花一样 人家说 新花路放 花不开会有香味吗 花不开会结果实吗 花不开能显示它的美丽吗 同样的 我们的新花不开 显不出念佛的美丽 我们的新花不开 飘不出念佛的香味 我们的新花不开 难以接成佛的果实 所以这个开花跟开心是一样的 所以龙叔不大就说 信心亲近者 花开即见佛 对吧 信心亲近 花开见佛 那我在文章里面曾经也写到 有一篇文章叫开心 学佛就是学开心 如果专业的名词叫做发心 是吧 发菩提心吗 学佛不就是发菩提心吗 发心跟开心不是一样吗 发大一些 开大一些 对心开多大 将来开开开 非常大 开到无量无边 先学开心 你不管说你学再多理论 哎呀 戒律啊 怎么怎么样啊 禅定啊 三学 你没有学到开心 白搭 没用 咱们的老太太 为什么被佛称为分头立花 佛一看 你开了 讲上一个名称 叫分头立花 开心了吗 这个花怎么能开 这个花不是说自己拿手 给它撕开的 它自己自然就开了 它让一照 有水分 有肥料 有阳光 有地力 它不就开了吗 那我们的心花 要怎么才能开呢 文法 思维 熏修 以佛的慈悲 伐水 注入到心中 以佛的光明温暖 射寿 你慢慢就开了 因为我们在三界寒冷的兵库当中 收心啊都 居在一起 冻结了 猥琐了 那么佛光照耀你 慢慢就舒展了 法水滋润 慢慢就有力量张开 所以文法的目的就是要 在这世要活得快乐 什么叫平成夜成啊 你平成都夜成了 你怎么还不快乐呢 在念佛法门 就是开心的法门 要欢喜 你经常笑的人 会笑的人 开怀笑的人 说天地都会加能量给你 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你人心一笑 毛孔都开张 这个宇宙当中都有能量 比如说空间当中充满了阳光 空气 这不都是能量吗 但如果你的心锁起来 它不能给你 那佛菩萨的能量更是变满虚空法界 佛菩萨所谓的能量就是爱心 那它怎么给你呢 你心都锁起来 门都关上了 给不到你的心啊 所以要会笑 要会开心 那我们开心的资本 都来自于什么呢 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没有不开心的理由 如果你还要不开心的话 那就说明你对这个众生啊 所求的太多了 圣道门的学人 他们自己还没有得到迷途救度 自己呢 还没有解脱生死轮回 都要布施爱心给人家了 说我要帮助人家 那我们学这个法门的 那更要布施爱心给大众 所以我们每个 今天呢 我们每个人从现在开始 观照我们的内心 如果我们学佛多年 学这个法门多年 仍然是愁眉苦年 仍然是怨气冲天 仍然不会开开心心 欢欢喜喜 那回去补这一课 这个也有几个原因 一个就是个性 它的个性就是愿意 就是怨气 因为个性是长期形成的 可能这目前还没有回软 还没回过来 再一个呢 可能是法医上没深入 对境锻炼的还缺少 这个三界是生死的漩涡 烦恼的风浪 但是我们学到这个法门 我们等于进了六字名号的保险箱 那你自然就是很自在了 你就很放心了 就没有风险了 你如果对自己好了 你能爱自己了 你家庭就好了 你对家庭做了贡献 如果在常住当中 你能够爱自己 心中有和平 那你就对常住做了巨大的贡献 在人类在世界 心中如果爱自己 对这个人类世界的和平 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个你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讲和谐社会 你就是和谐因子 你对佛也尽到了孝顺 这样就算孝顺佛了吗 这样就算孝顺佛了 因为下面很多做父母的 做父母的 往往都会说 说我这儿子 闺女 她在工作 她在上班 只要他们自己过得好 就可以了 就算对我的孝顺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也有自己的退休金 我们老两口也可以互相照顾 结果她小两口经常吵嘴 经常打电话 讲一些事或者什么 你自己搞不平 你父母到处给你操心 你只要把自己摆平了 父母说 这个就算是阿弥陀佛了 就算你孝顺了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阿弥陀佛对你 对我们这样的小凡夫 还有什么指望吗 你能把自己搞平了 我就算对我的孝顺 就算哎呀 就太好了 因为佛的心 是细挂在我们的身上 众生欢喜 则令诸佛欢喜 我们就自己 就是把自己摆平了 阿弥陀佛就非常高兴 下面说我们爱他人 那怎么爱他人呢 以凡夫的本性 都是自私自利的 损人利己的 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 损人一定不能利己 因果报应 你损害了人家 将来一定会自己 不仅将来 甚至现在就要造报 自利 如果你真的能够利己自己 也一定能够利己别人 真的利己别人 也一定利己自己 就像手电筒的光一样 你能给自己照亮 你当然能够给别人照亮啊 我们照亮的对方 也一定照亮了自己 所以自利和利他呢 是完全一致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就是爱 爱一定是 能爱自己 一定能够爱他人的 真爱一定是平等的 一定是无私的 一定是无我的 一定是无分别的 就像光明一样 他能照亮自己 也一定能照亮别人 一个有爱心的人啊 他总是想到 怎样利益人家 所以我们说呢 才师法师 无畏师 无畏就不师无畏 那么你给别人爱 这就是没有恐惧 在爱心当中 比如说我们 我们在像这个小鸡 在老母鸡的翅膀下 他感到很安心 没有恐惧 我们小的时候 在父母的 呵护下 也感到安心 你看小孩子 他就非常明确 如果遇到陌生的环境 他就感到 他马上把他妈妈 腿抱紧一点 为什么 他感到安心啊 感到欲击靠啊 感到无畏啊 所以我们也一样的 我们要给别人爱心 我们自己如果 还有恐惧 担心这 担心那 怕这怕那 那说明啊 你跟阿弥陀佛之间 还需要进一步的 加强沟通了解 不要怕这怕那 不要担心 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阿弥陀佛看见一切 照顾一切 保护一切 你就放心大胆吧 要归命阿弥陀佛 你要有勇气 你要能够 把自己舍个阿弥陀佛 你不能舍掉 你就不可能爱自己 所以讲爱这个字 你要有那个福报 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爱 所以爱也是有级别的 有的人呢就是 世间五欲的爱 他只能享受这个 享受不了亲近的爱 没那个福报 你要给他亲近的爱 把他伤害了 反而给他伤害了 因为他只有那个水平 所以像我们各位 我们各位 那你不得了啊 大善跟大福报啊 你能够 亲吻 琳娜 享受 弥陀的爱 弥陀的爱 是整个法界里边 最纯的 最高的 最清净 最彻底 能够把你爱成佛 这种爱 你能够接触到 你能够 琳娜 消化吸收 那你是 这就是 不退转的大菩萨 六十七亿之中之一 你回头再看看一般的人 孩子在那里爱什么呢 男男女女的爱 你说那个多低级 孩子爱钱 爱财爱色 也是爱啊 多低级啊 多染物啊 多痛苦啊 然后再高一点 就是人类的大爱 说爱艺术 那当然就升华了 就比较高了 然后呢 爱人类 博爱 更高了 弥陀的大爱 爱一切啊 你只要存在 爱你的条件没有 只要你存在着 你就是被爱的对象 就要太阳的光照出来 只要你有东西存在 你就是光明照耀的对象 太阳光照桌子板 那有一定条件吗 太阳光都不提条件 佛光还不提条件吗 只要你存在 就会照耀你 你是鲜花也照耀 你是毒草也照耀 你是一个善人 佛爱你 你是一个恶人 佛照样爱你 啊 佛也爱恶人 对 佛不仅爱恶人 还爱恶人 还超过爱善人 这是你说的吧 不是我说的 佛在经典里说的 佛的心 慈敏恶人 更甚于慈敏善人 因为恶人造恶受苦呀 他更加的苦恼 更加需要 他为什么造恶啊 是因为他爱心不够呀 他没有温暖啊 要给他输送爱啊 他才可以不造恶啊 唯有爱可以止息造恶的轮呢 你造恶的车轮 没有爱能够止息吗 所以他这样造恶勇猛 是因为他没有爱心 一个有爱心的人 怎么会去做恐怖分子呢 一个真正有爱的能量的人 他怎么会去造恶呢 所以更要给他补充爱 就像水一样 潭子越深的地方 水就会装得越多 为什么 因为他潭子深呢 这个越是恶的人 他的心越深 越需要迷途 给他补充更多的爱 净土宗的法门 是实践的法门 就经常反复称天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你说再多理论 如果没有实践的话 等于是空的 你只要会念佛呢 你自然能够感受到 自然就有佛的调化 当然爱是一种心念 比如说我对人家存着善心 存着好感 存着一定想帮助他的心 但我们最凡复 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 比如说现在人家缺钱了 人家没地方住 人家又苦恼 人家生病了 你又不是医生 你有没有足够的 那么你爱的能力 你的行动力 是有限制的 但是我们的爱心呢 可以是无限的 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们坐在床上 也可以想啊 哎呦 让天下的人都快乐 让天下的所有的病人 都健康 让天下所有的情人 不要受苦 你可以想啊 你都要死了 也可以这样想啊 这样并不费钱啊 你想到快乐 高兴就这么一想 就福报就出来了 都高兴啊 想一想 很好的 大家对我都有爱心 对我给了我这么多的 爱和帮助 像我 更是这样的 点点滴滴 怎么能离开大家呢 做任何事情 都要靠大家帮助成全 所以爱是行动 是实践 不是空头理论 就是我们要 首先是心中存在爱心 当然我们可以去做 这个爱的事情啊 我也写过一篇文章 在爱当中没有大事情 都是小事 因为天大的事 跟爱一比 都是小事 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你像一个妈妈爱孩子 那个都是千千万万的工作日 出来的 妈妈爱孩子啊 这个是天性本然 妈妈对孩子的付出的工作量 如果你计算计算 你计算计算到爆炸 没法算 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孝顺父母 这个是非常的大力不道 他就是一把屎一把尿 把你拉大的 他不就是爱吗 他有什么大道理讲 说这个爱需要教吗 需要学习吗 是需要学习 学习是因为我们忘记了 它是 其实是 学习是要回归到这个本性 你看这个老母鸡都会爱小鸡 你们见过吗 老母鸡 咯咯咯咯咯咯 然后小鸡后面带一群 这一个老母鸡 带了好几十个小鸡 如果说天冷了 下雨了 它一扎 然后小鸡都在里面 小头伸出来一个 看挺可爱的 然后老母鸡呢 就找到虫子进来 咯咯咯咯咯咯 然后呢 就小鸡进来吃虫子 你说你教过他吗 谁教老母鸡 带小鸡这么教的 这不是天性吗 天性就这样 你看保姆就不一样 保姆来带孩子 他是没爱心的 虽然同样是换尿布 那跟妈妈换是不一样的 他是工作 领完薪水就算素 你说搞得不好 搞得不好我不干了 你家小孩子就屎尿特别多 我不干了 妈妈说你不干了吗 说我不干了 母子你怎么能不干了呢 对 这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想啊 这个妈妈对孩子 这个就是爱 就是点点弟弟的事情来做 我们对大家也是一样的 这个做得细密 耐心 所以上人讲一句话 耐心不够 是因为爱心不够 你有爱心啊 你就有耐心 所以有人问基督 说 问耶稣啊 说我的兄弟得罪了我 我原谅他七次 可以了吗 哎呀 这个可以了 对原谅七次 事不过算 他原谅七次了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 不是七次 而是七十个七次 七十个七次 就四百九十次 意思就是说 永远的要原谅 没有次数要无限制的 那我们爱他人呢 就在这个细致的事情上去做 再说一个人 你爱人家 你马上会得到回报 爱是永不亏本的生意 你绝对亏本了 绝对不会亏本了 做别的生意会亏本 你爱别人 永远不会亏本 那么有时候我们爱人家 人家不能体谅我们啊 人家不能感受啊 甚至误解我们 那你赚得更多 你不要去解释 因为我们爱别人是自然的 我们并不是需要 你理解我才爱你 是不是这样的 妈妈爱孩子 不是需要她理解的 她是自然就这样的 那你不理解 我也没有吃亏 没有吃亏的 我们爱别人 我们只管去爱她就好了 那有人问了 我们这个法门这么好 念佛就能成佛了 不用修行了 那我们干什么呢 你们说干什么 对 阿弥陀佛都已经爱你了 你让你成佛决定了 那你还干什么 那你就爱自己 爱别人嘛 就干这件事 你有本事就干这件事 开心 欢喜 笑 这就是你的工作 各位菩萨们 这就是你们的工作 开心 欢喜 和笑 好好的干这份工作 奖赏大大的 我们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我们就是爱自己 爱他人 用迷途的爱心 来让自己享受 太辛苦了 在三界流到轮回 旷界流转 太辛苦了 太饿了 现在好好的饱餐一顿 迷途爱心 很舒服 太累了 生死疲劳 好好的休息 在迷途爱心的床上 好好的美美的睡一觉 就是你自己 你多好 多自在 所以我们就专门做这些 你只要这样 别人就会喜欢你 像一个苹果 放那里 它就有芳香 像一个灯 放那里 就有光明 一个有爱心的人 你坐在那个地方 人家会喜欢你的 因为你心中 你总是散发这种 欢喜的 一种喜悦的心情 你坐那里就很高兴 这样不好吗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呢 说到底 就把这些 带到工作当中 带到我们为人处事当中 所以我们要深刻的了解 弥陀这样的爱我们 所以上人说 弥陀如何爱我 我便如何爱人 当然这个目标 非常的 崇高 这两句话 首先要做第一句话 你要感受到 弥陀是怎么爱你的 如果连弥陀怎么爱我 你都不知道 你当然没办法去爱人家 所以首先把第一句话 我们的法医学习 都是从这句来的 仔细地去体会和感悟 说到底 不在于你有多少的本事 有多少能力 不是的 是看你有爱心 有慈悲 爱是幸福的来源 爱是幸福的本钱 那么爱 又是什么为本钱呢 佛就是爱的本钱 所以我们念佛 其实是一个转化 是把佛 转化为爱 爱转化为幸福 福转化为喜乐 喜乐转化为身体的能量 然后再转化到 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这是一个链条 希望我们在座 在生活 在工作当中 能够把我们学到的 佛法的慈悲 爱心的法门 首先落实在自己的心中 让自己快乐起来 开心起来 欢喜起来 要爱自己 然后你就有能力 你自自然然的 就爱他人 我们在自爱和爱他当中 互相爱 这样我们这个团体呢 就是非常的 有力量 有爱心 那么别人一到 我们团体里面来 他不需要你这个团体 有人讲法 他一进来就被融化了 你看哎呦 这个团体很好 互相之间啊 很有爱心 一走进来很放心 很喜悦 很开心 没有什么 这个 分争 斗争 分争 对立 他就感到很祥和 这个本身 对来的人 都有 这个融化的作用 那我们自己呢 自己的内心啊 也会 更加的充实和健康 所以我们希望 我们每个人 爱自己 爱他人 互相爱 南无阿弥陀佛 在心中有一份爱 那是佛陀的关怀 它指引着我的心 让我更坚定 去面对每一天 在心中有一种爱 来自佛陀的关怀 让我们把这份爱 用心来灌溉 一起去散播开 让每个人都分享这份爱 让每颗心都能够平静 用这份爱感动每颗心 将这世界变得更有情 在心中有一份爱 那是佛陀的关怀 它指引着我的心 让我更坚定 去面对每一天 在心中有一种爱 来自佛陀的关怀 让我们把这份爱 用心来灌溉 一起去散播开 让每个人都分享这份爱 让每颗心 让每颗心都能够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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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佛陀的关系 让每颗心都能够平静 让每颗心都能够平静 一路行等 让每颗心都能够平静 一路行都能够平静 那是佛陀的关系 一路行都能够平静 一路行都能够平静 在家庭上